欢迎大家收看 看中国明星的新闻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 谭松运的每一部电视剧都让人迷醉 像风而行大结局 剧中角色都很圆满 观众却感觉有点遗憾 谭松运王凯接吻这场戏 狂刷十遍都不够简直太甜了 天然甜美好女孩 谭松运的每一部电视剧都让人迷醉 嗨 天然甜美好女孩 谭松运的每一部电视剧都让人迷醉 她是真的太棒了 每一次看到她在屏幕上出现 我就会被她纯天然的甜美所吸引 而且她还有着非常好的演技 每次演戏都能将角色诠释地入目三分 更重要的是 谭松运是一个自律又低调的好女孩 这些年来 她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态度 在娱乐圈中保持自己真实的本色 希望未来能有更多机会 看到谭松运在迎评上的精彩表现 永远支持她 谭松运 演技爆表 人美心善 真是太棒了 谭松运小姐姐 你真的太优秀了 每一次看到你出现在电视剧里面 都会被你的甜美笑容和精湛演技所吸引 不仅如此 你还是一个自律 低调且品德高尚的好女孩 我从内心感受到了你所传递的正能量 深深地被你所感染 希望未来的日子里 你能在演艺事业上更上一层楼 继续展现出你的才华与魅力 作为一个忠实的粉丝 我永远支持你 02 向风而行大结局 剧中角色都很圆满 观众却感觉有点遗憾 由王凯 谭松运主演的电视剧《向风而行》 终于迎来了大结局 剧中的机位主要角色也都有了自己的归宿 男主顾南婷和女主承潇经过了30多集的感情酝酿 终于走到了一起 可能是之前感情压抑得太久了 两人走到一起以后进展非常迅速 顾南婷带着承潇去见了家长 然后承潇很快搬到了顾南婷的家中 承潇的好闺蜜夏至 感情进展更快 在童颂颂确立关系之后 只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两人就进入了谈婚论嫁阶段 又是订婚纱 又是找婚庆 连结婚的日子都看好了 简直忙得不亦乐乎 李雨恒在放下了顾南婷之后 也找到了自己的感情归宿 他与帝秦的庄正宇走到了一起 这两人看起来性格有些相似 未来应该也会很幸福 并且李雨恒开始真正的喜欢上了这份工作 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走上了乘务长的位置 爱经理和谢部长这一对模范夫妻也很好 爱经理继续为陆行培训住新一代的优秀空城人员 谢部长退飞之后担任起了教员的工作 他走入校园为小朋友讲解飞行知识 男二号倪站虽然感情还没有着落 但是在事业上却有所斩获 顺利地成为了公司的副总 更重要的是倪站找回了本心 之前他为了追求承销 算计过最好的兄弟顾南婷 为了争夺公司副总的位置 联系过网络水军 但是经过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尤其是江涛事件之后 他终于认识到了自己这些行为的不妥 终于悬崖勒马 又重新回到了正轨 江涛事剧中带有一些反派色彩的角色 但是他在最后时刻也找回了初心 虽然离开了路行 但心态好像变得轻松了很多 所以说向风而行的这个大结局 几乎剧中所有主要角色都很圆满 可是在很多观众看来却不是太满意 不满意的主要原因就是 这个结局有点略显简单 对所有人物都是点到位置 观众期盼的那些发唐 场面并没有出现 首先最主要的就是 顾南婷和程潇这一对CP 其实在这部剧刚开播的时候 网上很多人对他们两人并不看好 加上前几集的剧情也确实有点俗套 魔鬼男教官和倔强女学员的故事时 再是在太多的小说影视剧里面出现过了 很多人觉得 只看这样的人设基本上就能猜出来 接下来要发生的故事 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 尽管故事没有演出太多的心意 两位演员的演技却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他们将这一对大龄男女青年的爱情故事演得甜而不腻 很多人开始期盼着剧中的顾南婷和程潇赶快走到一起 可没想到这一等就等了37集 顾南婷和程潇直到倒数第二集才算是正式地确立了关系 所以对于喜欢科CP的观众来说 这不像风而行的全剧《罪》高潮是发生在第38集 在这一集里面 程潇和顾南婷终于拥吻在了一起 之后顾南婷还带着程潇去见了家长 一家三口坐在一起吃饭的场景看起来非常温馨 在第38集的最后 程潇通过训练考核 拿到了驾驶国产第191首飞的资格 之后他与顾南婷一起试飞了这架飞机 剧情发展到这个时候 看起来已经很圆满了 很多网友希望剩下来的一集疯狂发糖就可以 要是能有一个热闹的婚礼 应该是再好不过了 可惜最后一集的剧情 并没有向着观众希望的方向发展 非要强行留下一些遗憾 顾南婷在试飞的时候 发现自己眼睛出了问题 经过检查室左眼黄斑区域出现病变 导致视线出现模糊 需要马上进行手术治疗 不然可能会影响恢复 这也就意味着顾南婷只能放弃这次首飞的机会 这部剧从第一集开始 就一直在通过各个方面塑造顾南婷热爱飞行的形象 没想到到了最后一集 却这魔残酷地让顾南婷失去了首飞的机会 虽然后面顾南婷对承骁说 让他来完成他最希望去完成的事情时很感人 但这重强行制造遗憾的剧情还是很难让人接受 不明白 为时魔就不能给观众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在全剧的最后 顾南婷的眼睛恢复了 不过没有交代以后还能不能飞行 但从他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来看 应该问题不大 希望这样看似有些简单的结局是为了给下一集留下足够的空间 毕竟很多观众还是盼望着这部剧能够拍摄下一集 03 向风而行 谭松运王凯接吻这场戏 狂刷十遍都不够 简直太甜了 向风 谭松运王凯接吻这场戏 狂刷十遍都不够 简直太甜了 影视剧向风而行应该是近期最火热的影视佳作之一了 继县委大院后该剧在网上掀起了一波舆论热潮 谭松运出演的女主角程潇 不仅古灵精怪就连处事风格都堪比一般男 这一角色演绎完全与古装影视剧大有不同 而伴随着剧情的发展 最让人欣慰的是 谭松运出演的程潇将要与王凯出演的顾南亭 一同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顾南亭是陆航知名的机长 名声响彻国内外 程潇作为一名有梦想的飞行员 一心本着机长的职位去 可是 作为一名女同胞 女飞行员能否在航空公司立足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顾南亭作为程潇的教员 她时常会奉劝程潇 做事情要谨慎 时刻将乘客的生命安全放置第一位 不容许有任何瑕疵 而程潇是一个技术过硬 不认输的女性 对于顾南亭的建议时常驳回 二人时常会拌嘴 甚至闹出些不愉快 或许姻缘就是命中注定的 这对欢喜冤家 也在日常的接触与斗嘴中越走越近 自从顾南亭不顾安危 将程潇从飞机上抱下来时 程潇内心对顾南亭逐渐产生好感 甚至爱上了这个黑面上司 顾南亭是一个内敛的人 自从女朋友不幸逝世后 她就一直没能走出阴影 更不懂得如何浪漫 可是 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却恰恰碰上暖心 活泼可爱的程潇 她不仅主动追求顾南亭 甚至还主动靠近她 拉近二人的距离 顾南亭也在日渐淡忘过去的一切 被程潇感动着 而最让观众狂刷时 变都不够的一幕 则是程潇与顾南亭 在沙发上亲吻的一幕 真是太甜了 可爱的程序 然后词